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麼各位呢 您進到我們這個協助平台上的話 您會看到我們這個學期的 還有上個學期的這個課程 研習資料都放在上面了 所以如果你其他研習沒參加到的 反正上面資料都有 也有那個影片 除了上一次以外 上一次不小心這邊電腦當機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是在左手邊這裡 我們這學期我的部分有兩個 那您進到這邊之後呢 當然我會麻煩各位先做個小測驗 因為我相信Google地圖應該沒有人沒用過吧 應該都有對不對 地圖的部分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地球就不一定了 因為Google地球的部分是要另外有一個軟體 有一個軟體的部分 所以也許你可能就沒有用過 那其實現在兩個是蠻接近的 大概功能80%到90%是雷同的 可是如果你要做比較更多進階的東西 其實Google地球應該會是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我們就 當然請各位試看看 那我會再調查一下 有沒有用過Google地球啦 有沒有用過Google我的地圖 這個是Google地圖的應用喔 搞不好你可能就沒有用過了 好那這個部分呢 待會您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麼我們的調查都可以直接檢視 所以你也可以順便看看 大家使用的情形 不是我這邊才知道的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邊 這裡 我有把Google地圖 Google地圖的這個網址都放在這邊 那這邊還有一張 就是我們各位手上拿到的新制圖 好新制圖 那這個部分呢 早上剛剛又有更新一下 因為我常常會看到我新的 我就補充一下補充一下 所以可能跟你手上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檔案呢 你就直接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下載一下 那我也有把我的新制圖的檔案放在裡面 因為裡面其實還有一些連結 所以您看一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好了 左手邊這邊呢 有兩個有沒有 一個叫延期的相關檔案 那跟這個相關網址 相關網址 那像相關檔案裡面 我就會把可能我們用到的那個軟體的部分 比如說像各位Google地球 我們剛剛講到是不是還有另外的軟體對不對 那你在這邊還要下載安裝 太麻煩了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 不用安裝的版本 帶著走的 在這裡有沒有 你家 帶著走的 Google Earth有沒有 那當然因為它是Google產品 所以 待會兒要用瀏覽器的時候 就麻煩用這兩個吧 我記得我們好像SP裡面沒有裝那個 Google跟火湖的瀏覽器 所以這兩個也是不用安裝 你就省去麻煩 你就是 待會它扣到你的桌面上 你就直接打開就用了 好 這樣比較方便 那另外呢 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新制圖的部分 在這裡 你看到後面副檔名是S賣的有沒有 這就是我新制圖的原始檔 原始檔一定給你 因為這樣的話 你在找東西會比較快 原始檔會像這樣 因為給各位看的是這個版本 叫做列印版 方便列印用的 可是其實平常我自己在用 我是用這個主架構 因為這樣子我在看會比較方便 在找的時候整理資料的時候 其實有些資料我並沒有打開 因為畢竟即使是用到A3 紙張也是要再想製造 因為資料很多 有沒有 我會整理很多資料 那有一些相關參考資料 我也沒有放在裡面 我這個就直接放在這邊 就給你看一下 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好像這兩本書就是很特別的 我們目前市面上比較少看到 寫那個Google地球的那個 介紹的應用的書籍 那這兩本是一位高中地理老師 他應該還有另外一本已經出了 第三本也有了 我這邊還沒有把它放進去 所以其實你都可以稍微參考看看 這樣有沒有問題 了解了 那有一部分的那個網址 我已經把它整理到這個地方來了 所以你可能也可以從這邊找到一部分 只是還有一部分 我還來不及把它全部都放上去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各位